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 这是上尔记十五章的一些章节 叫听命生与献祭 我们最近都在学习一些旧约的圣经 我们已经基本上快要结束了创世纪 创世纪的全部章节 下面要接下来讲出来几集了 其实我自己在信主这些年来 而且就是说是很惭愧 圣经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读完一遍 但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心志愿意把它读完 接下来读完它 而且发现在读圣经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在圣经小学习的时候 弟兄姊妹也分享说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最初一面读圣经 感觉像是那种布伦吞藻的样子 好像也不是很理解 也不是很认同 然后特别是旧约 旧约里面有很多上帝 又是灭了这个竹 又是灭了那个竹 感觉很血腥 但是在我们第二面 在重新开始看到那些章节的时候 然后我们自己对神有更多的领会之后 你看到这样的圣经章节的时候 你真的心里的那个观点是完全的不一样 你开始更多的感觉到 上帝天父真的是那么的慈爱 他真的是在他做决定之前 给了好多好多的选择 给了你选择这样和选择那样的机会 真的是觉得上帝真的是充满恩典和慈爱的一个神 他就是像我们这个在世上的父亲 还是这样尊尊教导 做少一辈的 然后在选择的道路上 怎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而且也体会到上帝的公义 是真的是存在 是永远 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三文集十五章的一些内容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阿玛·沙姆尔记》十五章 我没有把每一章的章节写出来 只是把有一些我想要分享的章节 能写给大家看一下 十五章第二 我们一起来念 一月二三 万君子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爱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马利人 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办 现在你要去打击亚马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胆女孩童赤奶的 并牛羊鲁鲁和驴 进行喪死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章节的时候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觉得这是耶和华神 是慈爱的神吗 你看他感觉好像非常的不讲人情 就是要把所有的一个竹的人 就灭尽所有杀尽 不仅是他们的人要杀尽 还要把他们的牛羊 孩童 我们所有的一切 就像在地上完全抹灭一样 我就很不可理解 我觉得说 上帝故事是慈爱的神吗 是充满恩典的神吗 我们放了罪 他都能够多多的 能够赦免 让我们有悔改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 对待一个竹群 但是 所以说圣经不能够 端瞻取义的来看 不能只是看他 其中的一个章节 更多的要从他的一些背景 前面后面还有上帝的计划 这样长远的角度来看 当你更多的 从别的章节去看 耶和华的安排计划之后 你就更多的理解 神为什么说做这样的安排 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杨玛丽人 这15章所要说的 击打杨玛丽人 杨玛丽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大家都知道杨玛丽人是谁的后代 猜一猜 那个 那个 Matthew给大家一个红色的蚊子 经常可以回到那个红色的蚊子去 查一查看 耶稣基督的主谱 家谱 整个神 其实杨玛丽人 他是 姨嫂的后代 他是姨嫂其中一个妾 生的孩子的后代 就是杨玛丽人 所以他们 这个杨玛丽人 为什么神会有 耶稣基督网会有这么大的惩罚在他们身上呢 因为实际上是 在出埃及记里面 当那个 摩西带着犹太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呢 他们有经过一个地方 亚玛丽人跟当地的其他一些家男人就行了很大的阻扰 就一起来攻击犹太人 而且这个亚玛丽人特别不好的是 你要跟犹太人打仗吧 你就打仗吧 他还挺狡诈的 他是避开正规军 就等着犹太人的军队过去之后 趁他们休息软弱 然后他们的妇孺 他们的年早的年小的年轻 那个妇人出来 就是那一段人出来 他才开始围攻啊 打击啊 就是特别的不好 就是特别的不符合神的心意 而且要阻扰这个犹太人出埃及 就是在神的计划中 他是特别起到一个阻挡的作用 所以说在这个神 在初埃及记的里面 大家记得在初埃及记里面 不是有那个约书亚 还记得吗 约书亚跟哪一个地方人打仗的时候 摩西站在那个山上 他手举起来的时候就迎 手放下来的时候 他就输 那个跟那个打仗 犹太人跟那个打仗的是哪个国人 就是亚玛丽人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 所以当时耶和华就是对摩西说 要将亚玛丽人的名号从天下抹除了 就是彻底要抹除了 这个不仅是在初埃及记里面有讲到 在生命记里面也讲到 要将亚玛丽人的名号从天下抹除 不可忘记 所以这个亚玛丽人实际上是 神在长远的计划里面 就是要把他抹除了 而且呢 其实大家可能还 我开端说没仔细看 这个的时候我还会也会觉得说 既然是要抹除的话 其实也是神的计划 但是心理上还是觉得 有一点点难接受 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要抹除这个主 而实际上真正看起来 神其实也给亚玛丽人 很长一段时间悔改的时间 从初埃及记到现在 扫罗这个时候 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讲 烟花要叫扫罗把这个亚玛丽人灭掉 已经经过430年了 所以整整430年的这种 这个过程中呢 这亚玛丽人还是不悔改 他还是不停地骚扰以色列人 不停地跟以色列人有挣扎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实际上神也给了他们悔改的时间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悔改 所以最后 他们的结局就是注定 就是要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 而且从神长远的计划来看 大家还记得吗 就说实际上 我们是只是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真的是 人很有限 看不到将来的事情 看不到后面的神的永远的计划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以色天纪的后面 有一个很坏的人 他要猜得要把以色列整个主要灭掉 就是在哈曼 哈曼是谁的后裔 就是亚马尼人的后裔 所以实际上 这真的是一个一个有计划的 就是说 这个主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非常大的威胁 威胁 所以这就是神的意思 说要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 所有的东西 罪不能 神对罪的容忍于是灵 所以他就是要把 罪得是有罪的容忍 是一定是要抹去的 所以这个想给大家一点真实方面的背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撒摩纪》15章2到3节 这两句从总体来讲是 如果概括来讲 总结来讲是 耶和华给扫罗的什么样 命令 对吧 耶和华命令扫罗说 他的命令是 你出埃及的时候 亚马利人怎样带他们 你们不能外 所以我现在给你的命令 就是要灭尽 所有打击亚马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说 神给扫罗的命令 就是把亚马利人全部灭尽 好 那我们看看 神给扫罗的命令是这样 那扫罗的回应是什么 好 我们先一起来读15章7节 1 2 扫罗击打亚马利人 从哈贝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 申请了亚马利丸亚甲 用刀杀尽亚马利的重鸣 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油羊 油肚羊羔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 凡下贱受弱的尽都杀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节就是扫罗对 耶和华命令的执行度 对不对 他怎么执行的 他是击打了亚马利人 申请了亚马利丸亚甲 但是他也杀了一些 凡下贱受弱的都杀了 他是遵行了一部分 耶和华的命令 其实我们如果不仔细地看 神的命令跟扫罗的一个行为 其实如果你单单地这样看 扫罗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个行为 你可能还觉得其实扫罗也还不错了 就像我们自己在生活中 遵循神的道一样 我们觉得我们也不错 我们星期天来教会 星期五有茶经学习 然后我们也每天读神的话语两章 其实真的是有点感觉 也在一部分在遵循神的话语 那在这个扫罗在这边他也是 他就是遵行了一部分 他跟亚马利人是有打仗 但是你看到没有 他是申请了亚马利丸亚甲 他是申请 然后大家可以 我都不知道有的时候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只是申请呢 因为在耶和华给他的命令是说 全部灭尽 在战场上就是灭尽 他为什么申请呢 圣经里没有解释 但我自己的理解 其实扫罗他自己是高大俊美 他自己也是比较 血气的东西也比较多 所以他可能也是想申请 申请了以后 他连西亚甲 就像我们古代一样 秦贼秦王 你把王秦住了 然后你再秀给底下的人看看 虽然秦住了这个王 但是我不杀他 我表示我很宽容的心 我对这个族类很宽容的心 是有这种感觉 他就以他自己的意思去理解 耶和华下的命令的意思 然后他又爱惜上好的流氧 流毒 一切理由都不肯面具 所以扫罗在这里已经放下了第一个罪了 他就是把耶和华主的命令呢 就是拿了一部分他自己喜欢的来执行 拿了一部分他觉得他自己觉得不是这样的 自己加上一部分理解 然后拿了一部分自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做的来执行 然后用对自己有部分有利有好的地方往那个方向去走 所以他在这里已经放了第一个罪了 就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执行 而且我在这里能够阅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也有一个一点点的感受就是 真的人是很有限的 在人的眼睛里面上好的流氧毒还有一切美物是很好的 你看着丰富的东西你觉得这是好的 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这样的东西并不见是好 并不见的就是他的冤纳的东西 所以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对你是好的 你将来是好的东西 但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心意来讲 未必就是好的 所以就是人的眼光很有限 在这里我自己有点感受是这样 好的 我们再看一看15章11跟12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我立扫罗回王我后悔了 因为他准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萨摩尔便胜忧愁 终夜哀求耶和华 以萨摩尔清早起来迎接扫罗 有人告诉萨摩尔说 扫罗到我家里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到极甲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 看我们前面几段 分成几段 前面两节说的是 神对扫罗的命令 接下来三节说的是 扫罗怎么样执行神的命令 再接下来这两节呢 就是讲到神对 就耶和华对扫罗 这样执行状况的一个回馈 所以就是他说 我立扫罗完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 他通过扫罗的口说的 扫罗是先知 因为他不遵守我的命令 扫罗就很忧愁 终夜哀求耶和华 其实在这里有看到说 我后悔了 这个我应该是神 就是耶和华 神后悔了 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 也有看到 就在扫罗记的29章 15章的29节也讲到说 他做事 神做事不后悔 在神没有后悔的事 他没有做错的事 然后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 在神没有后悔的事 世上的一切事都会变 但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 所以就是神的话是一定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他说 我后悔了呢 包括我们原来读创世纪的时候 罗亚方舟 那个时候 洪水过后 他也说神后悔了 我后悔了 那真的是神后悔 他的决定是错了吗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神也像人一样的 会觉得这个决定做错了 所以后悔了 就像我们有时候说 哎呀我后悔了 我自己又说 我后悔了这个 是不是应该 呃呃 不要移民啊 留在家里照顾扰人啊 多好呀 或者孩子 我后悔他去走这个 选择这样的专业 他如果不选择这个专业 我好选择别的专业 是这样吗 神 上帝做了决定 他也会有后悔的决定是错的时候吗 我想肯定是不是的 所以就是后来也是稍微查了一下 查证了一下 其实是翻译的问题 这位手说的后悔 在西伯来本的意思是 忧伤 然后觉得很遗憾 就是不是说这个决定是错的 而是因为这个决定出来的结果 不是神 呃 希望是那样 他觉得很忧伤 他觉得很很很很遗憾 为什么说turn off to be这个结果 其实神最早之前 最先之前都知道是 是怎么样的情况 但是神还是希望 每个人能够最终选择听他的 选择顺服他 选择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但如果没有往这个方向做的时候 神就表示一种忧伤 跟一种觉得很难过的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神啊 跟我以前所接触到其他的宗教 就是什么 佛教以后 接触的不多 偶尔以前也 在信耶稣之前也去过 我觉得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 就是在圣经 整个圣经的描写过程中 耶和华神是非常理人化的一个 虽然你看不见他 虽然你听不见他 但是他整个描写的过程 感觉他就是在你的身边 感觉他就是在那边 可以跟你来说话对话 非常真实 而且非常理人化 像一个父亲一样的 能够他生气的时候 他也说他生气了 他那个难过的时候 他也说他难过了 非常就是理人化的一个神 非常亲近 这个也是感觉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 是很好建立神的关系 你跟他越建立神越亲近 你跟他自己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我相信是这样 但我自己是很多时候还是听不到 神的坏语是在哪里 但是能感受到那种平安喜乐 人忧伤的时候还是确实能感受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 耶和华 主耶和华就是神 立少罗往后为了 因为少罗不听从他的 不顺服他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少罗一步一步一步的怎么样 走上那个就是违背神的那条道路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违背神的那条道路 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十三 赛摩尔到了少罗那里 少罗对他说 月耶和华赤足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然后赛摩尔说 我耳中听见有阳教游民 是从哪里来的呢 赛摩尔说 这是百姓从亚马利人那里得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尚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一个神 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赛摩尔对赛摩尔说 你住口吧 等我将耶和华左叶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 赛摩尔说请讲 我在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感觉脑袋瓜里就像自一幕上演一幕剧 就是演戏一样 然后你看这个是就像在公堂上对这 怎么依据依据依据的来 就是赛摩尔直接说 赛摩尔到了赛摩那里 其实赛摩尔在到赛摩那里之前 他都已经知道了 赛摩尔做了什么违背耶和华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想给赛摩一个机会 但是没想到他还没有开口 赛摩尔就先开口说 愿耶和华赤足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所以在赛摩的心里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遵守了耶和华所下达的命令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误区 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就是说有些事情一做出去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已经遵守了神所给我的旨意 神所要求我做的事情 而不会去仔细地思想 体贴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需要我做的到底是什么 我是不是在神让我想做的事情上打了折扣 比如说神说让我一天两章读圣经 那我说是行我就读圣经两章了 但是我是不是真的有好好去思想 在两章圣经给我的生活 给我每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从两章圣经在我个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就是比较 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少地去思想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萨姆尔他一说 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的时候 以萨姆尔的论知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记得了第二段的时候 那个章节说 耶和华是要叫萨姆尔把雅玛丽人全部面镜 但是萨姆怎么样 第一他没有把雅甲 就是那个丸 雅甲是雅玛丽人跟丸 他没有把雅甲杀了 第二 他还留了上好的油盐 都没有动 所以说他其实根本就 从人的角度也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完全符合耶和华的意思 但是扫罗根本就不觉得 他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可是呢 这下你看 马上就有羊叫 油叫 所以所以这个就像那个情景就出来了 你跟他说了一个缓 马上上帝就出来有一个印证来表示 你看你就是说缓嘛 萨姆尔说 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民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上有一个印证出来 你就是说缓了 大声地宣布 有牛羊的叫声就大声地宣布了 扫罗都不顺从 没有完全顺从 然后接下来你看 扫罗马上就说 这是百姓从亚马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谢以地和华 然后我把你的神圈出来了 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出 在扫罗的心中 这个神是谁的神 萨姆尔的神 不是他的神 其实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在扫罗的心中 他并没有把这个神 看作是自己 可以信赖的唯一的神 可以把一切都交托仰望的神 所以他才会马上就推卸 这个人真的很像 就是大家都会放那种错 不要 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 虽然说我们看的是扫罗的教训 但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我们的相像 我们要是放了错误 基本上比较 头一个反应是别人的错 肯定是别人的错好 一定是这个不错好 一定是那个不错好 不会从自己的身上 先去想想说 我自己是 我自己自身哪里没错好 我自己也是一样 就是在 在当位上可能还好一点 还会反省一下自己 在家里的时候呢 就比较原心毕露一点 比较容易 比如说有错呢 一定是小东弟兄先的错 我就说 你是属灵的领袖啊 你没有把这个代表 其实真的很不对 真的是 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先讲 你看扫罗这个第二个罪又出来了 推卸 第三个罪了已经 第一个罪上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经遵守了 对吧 然后第二个罪 第三个罪上 按推卸 推卸责任 不承认罪 而且他这个 讲的冠冕堂皇啊 套上这个宗教的礼仪 我不是不献给他 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他 上好的牛羊献给他 我没有说不献金 我要把上好的牛羊献给他 所以讲的 套上这个宗教的意思 特别光面谈话 然后其实他是拿这样的言语来掩盖自己不完全顺处神的罪 而且你想一想看 如果他真的是要把上好的牛羊献给耶和华 在战场上杀掉 跟带回机甲杀掉 有什么差别呢 他还是想留下一部分给自己 他就是说 拿不一部分上好的 回到这边来 然后献一部分给神 有一部分给 要不然全部都是献给神 有什么差别呢 对吧 他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就全部杀掉了 所以实际上在扫我就是通过这个 就带上冠冕堂皇跟宗教的理由 来为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很好的 好像一个 一个 一个借口 不承认自己的罪 这一点跟大卫就很大的不同了 大卫一开始知道 大卫有两个很大的罪 第一个是八十八奸淫的罪 撒伯尔先知一去跟 先知一说他 你得罪了蛇以后 他马上就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他没有再多的辩解 就直接认罪 直接就认罪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认罪以后就悔改 所以真的 而且 这就明显地看出来 为什么 这个罪呢 就是扫罗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的罪 最后是大卫成为了以色列的罪 因为他真的是符合神心意的那个罪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说 撒伯尔就对扫罗说 你住口吧 等我将耶和华 卓也向我所说的告诉你 然后扫罗还竟然 很理直气愤的说 好 那你讲吧 就是那种情景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栩栩无声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情景 一句一句一句的对 然后就用说你讲吧 好 十五战十七节 撒伯尔对扫罗说 以前你虽然自己微小 情是被利用以色列的元首吗 耶和华 在十七节这边 撒伯尔就指出来了 撒伯尔就指出来给撒伯尔说 你是被神高做完的 你是玩 你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你这样做合适吗 你是玩 然后百姓做的决定 你可以说这是百姓做的决定吗 你完全可以做决定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上 而且撒伯尔也是 在接下来的十八节里面说 耶和华差遣你 吩咐你说 你去打击那些放罪的 亚马利人家他们面前 就在十八和十九节 撒伯尔一下就指出来了 你不要找借口 神是怎么吩咐你的 你是怎么做的 他直接就把这个事实 摆在了扫罗的面前 然后也指出来 扫罗你是玩 所以你应该不能听从 百姓的那样子的决定 你是有权做决定的 而且你是要听百姓的话呢 还是要听上帝神的话 你是要体贴人的意思呢 就是百姓的意思 如果真的是百姓这么说的话 你是要体贴百姓的意思呢 还是要体贴上帝的意思 在这里 扫罗讲的非常的直接了 然后他就直接问他说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挤满也多财物 行阴华眼中抗为恶的事吗 他就直接说挤满 辱略财物 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说说 他把上帝的牛羊 全部都留下来了 挤挤满满的 他没有把所有的亚马逼人赏进 就回到几家 所以 撒满直接讲出扫罗做的不对的地方 结果扫罗怎么说 我们看十五章十九 大家一起来念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 行了耶和华说 猜济了我行的路 请了亚马逼王亚甲来 灭尽了亚马逼人 所以扫罗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还在辩解 还没有错 还在辩解 前头指出来 他说没错了 他还在辩解 我没有错呀 我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 我也杀了 灭尽了亚马逼人 可能就在那个战役中 他除了亚甲丸之外 所有的人都骗了 就是 请了亚马逼王 亚甲来 他觉得他遵行了 耶和华的意思 所以这也常常提醒我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地球姐妹 就是在那个 你觉得你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好好地在神面前 来祈求 来询问 这个真的是 神的命令 我真的一折不扣 都遵行了吗 我真的顺服 神告诉我说 我要顺服 我的先生 我做不到 我做得不好 我真的做得不好 但是我真的不折不扣的顺服了吗 我还是有条件的 比如说 他的意见跟我的意见 比较相似的时候 那我就顺服了 比如说 他的意见 跟我的意见有出路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意见比他聪明一些 那我就选择了说 还是不顺服吧 就说这种顺服是有条件的吗 肯定是有条件的 就是 就是 在扫罗这个诅咒的行为中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都会有发现这样的错误 包括是 我常常就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急 所以我常常要想到 那个耶和华说的是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要把这个慢慢地说 快快地听 这种事情 在每一个生活中都这样 每一个事情都这样 但是在工作中常常也是 当别人说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心里 也直接把这个不同意见 先听不进去 然后我们还是固执己见了 就是说真的 我们真的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去 不折不够地执行 他的命令了吗 还是是我们选择性的顺从 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处在选择性的顺从 好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扫罗 而且还把更多的责任 谢给了百姓 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 取得最好的牛羊 要在极甲献耶和华 那也许百姓都是有这样子的 呼求 或者是这样子的作为 但是少我也是认可的 他可能就是觉得 哦百姓你们这样说 也是好的呀 我把这个奴越来的财物 用在我的百姓子民里面 让我的百姓子民能够富足 然后我又能够把这个亚甲他是国情了 我们其实在以色列的希伯来文里面 他就说这个击打的和锁灭的物呢 就是说这个锁灭倒是不一定说全部要毁掉 但是它是奋献给神的 就是说是这个物是奋献给神的 所以你还是要听从神 神说灭尽你就灭尽 神说你可以再用也不再用 就像在那个 但是这个在旧院里面 对这个神 对耶和华这个命令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像在那个 约书雅记里面不是那个爱城吗 爱城里面不是那个雅干 他也是拿了这个 破了城以后 他俘虏的这个东西 他也没有把这个全部的东西 像神所说的灭尽 他也是留下了一小部分 他自己觉得可以留一部分 反正是要毁掉的东西嘛 那我就拿一部分好了 结果也是带来了很大的罪 后面也是有很大的后果 所以在这里扫罗也是同样的 他以为就是说 这些东西反正是要灭掉的嘛 那我可以说我自己来采取一部分的 我取得最好的牛羊 然后再基甲我再献给你嘛 就是或者说我再留下一部分 所以说他经常 这个扫罗最大的罪就是 他没有王安全全 扶宠烟花的命令 他去就是试着去解释烟花的命令 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把自己的喜好再加进去 结果就有一个犯大罪的 最后 然后在二十对 接下来的章节是我们特别 我觉得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讲 是特别好的一个准则 就是我们把这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说一下 一起说 萨摩尔说 耶和华喜悦梵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清命圣与献祭 顺从圣与公养的之游 悖逆的罪与寻邪处的罪相等 王羹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完 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说 耶和华说 喜悦班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圣与献祭 顺从圣与公养的之游 我觉得当时看这两个章节的时候 我也觉得没想到说 是神是真的希望我们就是 就是像一个 就是原首也觉得挺不可理解 就是说 神希望我们都是像 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是完全听从 他说一一 他说二二 他说这样这样 他说那样这样 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 那他为什么又要给我们 自由意志呢 让我们自己做选择 这个是常常很多的 就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 这样的问题 然后很多目道也有问 这样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呢 越来越多的读圣经 越来越多再过一些 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去体会以后 真的发现说 其实神他知道说 顺从才会带来很多的福分 其实顺从神的话 他不叫你顺从人的话 他不叫你讨人的喜欢 但是你讨神的喜欢 你讨神的喜欢 你得到顺从的这个意思 是会带来很大的福分 而且我觉得神 我自己的理解是说 也觉得是 神并不是说不重视祭 因为在现金的社会 已经没有祭了 在旧约里面 就是有现金 因为现金是跟神和好关系 平安祭 房祭 就是让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和好 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来 你必须要通过现金来赎罪 祭司把这个祭物献上来赎罪 经常来赎罪 现在已经不要了 那么现在不要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个祭在现在的这个环境 中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代表福音的事工 就是你自己 就是获得福音的事工的生活 比如说你来敬拜 然后是团契 然后是有祷告 有学经 查经 参加这个灵修会 这些都属于福音事工的一部分 当然难道说神不用我们参加这些了吗 你不用来星期天来了 你不用星期五来参加星期五的团契 你不用来参加学习 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 他看重的是你的心 就是说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带着一个 怎样的心思意念在做的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是 是荣耀神 你的心思意念是 顺从神的教导 你的心思意念是 我要有平安的喜乐 你的心思意念是 神的诫命 最大的两道诫命是什么 爱神 爱人 他的诫命就有成为这两个 所以你所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思意念是 顺从神的这样的诫命的时候 他看重的是你这样的态度 你如果做的再多 可是你没有爱神爱人的心 神必不约纳 这是我自己 我的想法 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说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的爱神爱人的心不在里面了 神必不约纳 神不看重你做这些事情 就像玛大玛利亚这样 玛大就是忙碌得不得了 做各样的事情 然后耶稣还说 他不得上好的福分 他是得福分 不是他不得上好的福分 但是玛利亚的 就是什么事都 那个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 就在耶稣的脚边听他的话 他得上好的福分 但是我们也很多人不太理解了 那我做那么多事都没有苦劳了吗 没有功劳了吗 但是不是这样的 神看重的是你的心意 你那爱神爱人的心 你把神的话放在哪里 你即使在做各样的事工中 你没有一个顺服爱神的心 那么最后这个荣耀呢 应该是你还是想归于你自己 并不想归于神 然后第二个他说 悖逆的罪 以行邪术的罪相等 亡梗的罪 以为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悖逆的罪就是说 不听神的话 我有我自己的意思 碰到事情的时候 神的意思是这样 我自己的意思是这样 那我不想拿我去做神的意思 我愿意要遵从我自己的意思 然后亡梗的罪呢 就是不愿意悔改 就是硬的心肠 错了也是硬的心肠 像扫罗一样的 错了就硬的心肠 不承认 一次不承认 二次不承认 最后萨尔尔把刺石摆在他面前 然后说 烟花要弃绝你了 你不要再做这个丸了 他才说 好吧 我认罪 可是认罪的目的是什么 认罪的目的是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犹太人之间 在敬拜的时候你还要祝福我呀 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他真的是亡梗 就是硬的心 硬的景象 不愿意悔改和认罪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的人终于说 我也没有行 我也没有行 悖你的罪啊 有些不信 不信上帝的弟兄 那个木道友 他在外面不信神 他也不信佛 他不信他信他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 不是说从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了 其实 悖逆跟碗梗 可以说 你的偶像是你自己 因为我自己来决定 我的生活我决定 我的职业我决定 我的孩子我决定 我的家庭我决定 就是这个其实 也是一种亡梗跟背离的罪 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说 这个事情是上帝来决定 真的 我自己也觉得 我们可能慢慢要培养一种 就是要养成这个习惯 当你碰到做决定的时候 要先婚下来 求神的祷告 神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看看神 在接候之后的带领中 有没有有一些印证 就像 华允飞弟兄上次 也有一次分享的时候 他说的特别好呀 他说神给他 这样的意思之后 在很多的事情上 给他印证 然后 他正是觉得 这个是神一定是有在的 确实我觉得就是说 神这种印证 然后再加上 你自己的就是 要祈求和祷告 寻求神的意思 提贴神的意思 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 不要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因为受到一定的教育吧 大家这个环境也是这样 就是 凡事愿意依赖自己 所以在这很多决定的时候 总是把自己的能力放到最大的时候 走都没有办法走下去了 我再求求神 看神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转难强 不碰头啊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 其实说一说 顺从吧 顺从 你一顺从 福气 就会接走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顺从 接下来的路 由上帝来带来 路是怎样 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有一些改变也好 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的改变也好 都有很大的班族 不会觉得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就是也会想着说 也真的是 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 对不对 所以说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中 在没有认识神 认识主耶稣 接受这个救恩之前 不知不觉中 我们是有爱有相的 虽然我们没有去庙里面 我们不信佛 虽然我们不信道 我们也不信各样的神 可是我们是信自己啊 自己也是一种偶像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亡梗的罪 和悖灵的罪 希望神能来 上帝来帮助我们 能够慢慢地克服生命中这样 亡梗能悖灵的罪 也能够就是 把心归向神 让神做自己生命主权 做出这样的主权 好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结束了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段这样 这里一段这样的时间 我们来学习上语记 我们来学习扫罗 在旧约圣经中扫罗的故事 我们从他的故事中 我们得到教训 我们得到神 你需要给我们所说的话语 神啊 求你让我们能够 真的从你的话语中 得到这样的经意 直到说 你喜悦 凡祭乐 平安 祈福 喜悦 人听从你的话呢 感谢神 把这样的话语放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能够在 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的人际关系中 都能够把听命 顺于陷阱 顺从 顺于公养的自由 这样的话语 能够常常放在心中 能够在生活中 行出你的到来 这样的感谢 祷告是 恨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 阿们 好 非常感谢